各位仙周報讀者大家好 我是莊凱勳 來高雄最好吃最好玩 就看仙周報 我自己最常去的景點就是在西子灣附近那邊 柴山漁港後面 就是比較沒有那麼多觀光客的熱鬧的地方 一定要推薦的就是那個伊蘭生活館 他們餐真的很好吃 而且對出門在外的背包客 或者是說短暫旅程休息的人來講相當的方便 我覺得高雄是一個很適合發展電影工業的地方 因為它的第一是氣候相當的適合 然後第二是它的路因為規劃的很完整 每一個線道都是很寬敞 都是大概六線道四線道至六線道 所以在拍攝電影工業來講 第一因為氣候好不容易下雨 然後第二是說這個地方其實我覺得它現代跟傳統融合 融合得相當好 就是你可能在大街上看是很高樓大廈 然後你可能彎進小巷子裡面就是當地的一些特色 或者是一些霉趣不同的味道 所以其實在傳統跟現代當中達成一個很可愛的平衡 那其實這個戲一直在講的一個中心思想就是莫忘初衷這件事情嘛 那這個戲是以警察為背景 但是其實它可以套用到各行各業事同工商 是因為說戲劇商力的關係所以導演選擇了警察 因為他們每天面對的威脅其實是上看到生跟死的議題 然後是相當危險 然後誘惑也是比一般的來得多可怕的不是別人 其實是自己 所以這個戲其實一直在回歸探討到自己的熱情也好 熱忱也好或者是初衷這件事情 然後我自己演了之後也是在 因為我的戲裡面角色是比較灰色的 然後也跟我以往比較正面的螢幕形象差距比較大 但是也因為這一個灰色的角色有讓我重新 再重頭檢視一下自己有沒有一些東西不見了 對,這個是我覺得相當推薦讀者可以去看的一個電影 花無期 每一個領域都是喜歡的 因為在做其實都是同一件事 就速途同歸 因為每一種表演類型其實都只是在傳達藝術這件事情 那我們常在講何謂藝術 藝就是美好 術就是方法 所以任何一種型態的藝術都是在呈現美好的方法 所以這個不管是舞台劇也好還是電視還是說電影也好 其實都是對我來講就是不同的平台 但是做的是同一件事情 傳達良善跟愛這件事情 現在當然在熱映當中就是菜鳥 然後現在正在拍的是彩製品跟九八道的作品 就是樓小的房客也正在拍攝 那是明面上映 所以我現在規劃就是說 我現在方向是希望可以挑戰的都是更不同面向的角色 然後以前比較正面的包括比較 大家覺得螢幕形象比較頹背 比較陽剛的 其實是在菜鳥這個電影裡面其實是做一個大融合的狀態 然後後面開始嘗試一些反派 或者是說精神狀態比較沒有那麼正常的人 基本上是沒有設限 就是如果是角色好的 然後可以給大家有記憶點的角色 我都還滿願意去嘗試 那這幾年應該就是會著重在影像上面 繼續拍更多好的作品給大家拍的 至今 再說我